谢点名的半夜退党 是另类国民党内斗的关键开始 也是整个国民党再一次分裂的一夜之秋吧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重庆 郭台铭呢 他又要出国去了 在出国前呢 他在台北市的松山机场说话 他讲他要促进所谓的非绿大联盟 不过呢 这话还不是完全正确 应该说他要促进一个非主流的大联盟 也就是说跟现在的民进党的大联盟是不一样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改成说是另类的主流大联盟 或者是主流论述大联盟都行 他在说什么呢 他意思是说哈索阿联盟的大联盟 又说要并购国民党吗 当然这两件事都不成功 而且人家国民党是已经下令了 说是不准跟郭台铭也不准跟柯文泽接近站台 任何不管参选不参选的国民党通知 只要去接近的一律就是党级开阀 最近有好多人已经是被郭台铭给连累了 也就是党级虽然没有把人给开除党级 可是也已经是口头警告 甚至是提出警告了 乃至于做书面标列警告 这时候等同于是国民党已经是非常紧张 那就是说郭台铭他极可能是要跟柯文哲产生联合竞选的动作 不过大家仔细想想郭台铭这么反反复复已经好几回了 他许多的讲话主要都是产生媒体效应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他发现自己快要选不下去了 所以他又来了一个另类造势 因为如果要合体 那他从头到尾在全台湾做了那么多的造势活动 到底是在做些什么呢 所以可能不要太过分认真看待他的话 只是要注意他这个话是想要引发什么样的注意力 我们先检讨一下这话的背后的相关元素 首先是郭台铭他已经引发了国民党 发出对自己党内同志的隔绝令 或者是另类的追杀令 意思就是不准跟郭台铭 也不准跟柯文哲做密切接触 你只能圆圆的看 但是你要陪同他可是不行 我已经在相关的节目报道过了 有人跟他太近 结果引发的是张化县议长 他自己要退出国民党 而且是半夜退出 这个半夜退出动作是什么 是说可能他发现隔天他要被开除党籍 不如在人家开除你党籍之前 你先退出 这意思就是说国民党是在玩真的了 国民党的党籍已经不开玩笑了 谁真的还认真的陪同他的话 那你就小心了 那我们从这里回头看 目前还有多少人会认真的去陪同郭台铭 那当然在7月23那天 是谁陪同郭台铭 大家立刻是眼睛悬亮了 那就是花莲王傅坤奇 以及他的太太花莲县长 或者应该说他的前太太 现在的女朋友 那就叫徐增卫 这对政治情人 他们在花莲是全程陪同 而且参加的是丰连纪 这事情仍然是言犹在耳 而且还历历在目 那我们也知道他的台东 是人家前任的吴议长就全程陪同 而且是情义相挺 所以这有了两个地方王 也就是花莲王跟台东王都陪了 还有一件事是台东的隔壁 是屏东王 周典论那边也陪了 这样议长级的 或者是当地的老大级的 已经三个咯 当然还有一个是云林王 那张罗卫 人家干过云林县的前县长 还干过两任 现任的县长 而且是第二任县长 还是他的包妹 这样一来是不是四处了 再加上上华县的谢典领已经五处了 别忘了还有 那就是金门的女将是陈玉珍 这样就六处了 此六处大家仔细核算核算 了解了解 如果国民党再不处理 不是有三分之一的地方被包抄了吗 光是这三分之一的票被拿走 那还了得 因为呢 不是只有大卫的票拿走 而且是会连着这些地方的 立委的票也拿走 因为向来啊 在每四年一次的大选之中 立委的票就是和大卫选局的票 完全连结起来 所以啊 大家绝对不可小看这六个地方 有人动摇 他有人动摇将是整个全线动摇 或者全市动摇不见 因为我们呢 还露锁了一个新竹市 他的司务议长许修睿 那这不就七处了吗 这七处是经常见到他们紧密结合的 现在啊 我们看到 这位郭台铭在松山计长 虽然说是要来一个大联盟 这个大联盟啊 看起来是绝对不包含国民党 如果国民党是在这大联盟的龙头 哪里会要 把他的陪同党员给开闸呢 陪同郭台铭 如果就符合国民党利益 又为什么谢典林要半夜退党呢 说句真话 谢典林的半夜退党 是另类国民党内斗的关键开始 也是整个国民党再一次分裂的一夜之秋吧 感谢您的收看 以上 我把节目看到还是诚 Drys 云雅 precon被我们接受的 所以自己帮我 所以我给你帮我 由于你帮我